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通往2020的智能互联生活之旅 参观者也将亲身体验一座能够更好的推动经济发展 改善市民生活质量 减少碳足迹 并确保环境可持续性的城市 世博会期间 思科将通过网真解决方案 连接国际学校 教授普通话 进一步展示智能互联教育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实现 那接下来的时间 让思科馆带你一起走进 2020的未来生活 Welcome to Shanghai 据联合国预测 全球城市人口比例将从2010年的50.6%增至2050年的69.6% 这些增长几乎将全部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如果保持目前的增长趋势 到2025年 中国将有219个城市人口超过100万 此刻馆将以具体项目为例 展示智能家互联生活如何能够实现建立一体化智能系统的目标 此刻馆将把参观者带入2020年 顶略通过宽带网络共享数据的城市生活 参观者将亲身体验一作能够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 改善市民生活质量 减少碳足迹 并确保环境可持续性的城市 此刻馆位于社会浦西园区地区分为两层 馆内展示面积为1500平方米 展馆设立了针对普通游客和针对包括城市管理部门 开发商城市规划者服务提供商和企业高管等专业观众的两段旅程 公共展区由三个独立的空间组成 将人们全面展示智能家互联生活理念 预展区描绘了当今社会所面临的城市化问题 启发观众思考如何规划在未来20年中兴建的100座城市 然后参观者将进入主展区 通过长约8分钟的震撼视频一起见证2020年一个普通家庭一天的生活 参观者将在此看到科技如何在工作生活娱乐和学习等各方面改变一个家庭的生活方式 短片的背景是2020年某天台风期来时的上海一家人 演绎了远程视讯 远程医疗 互动教学 实时交通线路指引等先进技术 是如何帮助各个年龄段的人们增进交流 改善出行 将人们的工作 学习 生活 以及娱乐方式变得多姿多彩 我们非常感激烈的 theme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因为 Cisco has a vision for smart and connected communities in the future 这些 smart and connected communities will use the network to improve the services, experience and value to the citizens 所以实际上我们的庭医院是完全合适的 theme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实际上我们的一些东西可以看到 是未来的最新兴趣的部分 转发一个市场的市场 而很多的内容的庭医院是2020年都关于市场生活生活 此后 专业观众将进入解决方案展区 继续其奇妙的旅程 了解网络平台改善城市生活的愿景 此刻将这种技术愿景称为智能加互联城市 该愿景为全球各个国家和城市描绘了一幅可持续发展的美丽蓝图 此刻馆内设有行政会议中心 服务设施和一个此刻网真解决方案中心 其中的直播视频链路可以连接到全球700多个网真解决方案展厅的多个位置 便于各个领域的专家在此刻馆进行演讲 并对外向全世界传达试博会的信息 此刻家庭办公解决方案可以在未来帮助上班族真正实现在家里办公的梦想 不但省去路上奔波之苦 也可以减少碳排放量 有利于优化城市环境 通过智能互联的网络 在客厅中就可以控制家中的所有电器设备 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思科的智能家庭方案 首先我们从客厅开始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客厅当中有空调 电灯 以及音乐播放器 那么在未来的家庭当中你可以通过一个遥控器 遥控这些所有的东西 我来做一下演示 你可以通过它来进行模式的调整 温度调整以及分数调整 那么这个空调未必是在客厅当中 它可以在任何的地方 家庭的任何地方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播放器来进行播放音乐 即使你不在客厅当中 你也可以对它进行遥控 在客厅的右上方是书房 我们进入看一下 那么在这书房当中有一个桌灯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遥控 开或者是关 那么这些操作都可以在你的客厅当中进行实现 卧室当中呢 有一个吊灯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亮度的控制 以及颜色的控制 那么这些控制都可以在你的客厅当中进行实现 并不需要跑到你的卧室当中去进行操作 那么在未来的家庭当中 家庭的安全非常重要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厨房的空气非常的安全 那么我们称之为燃气检测这个功能 通过思科的智能互联技术 可以打造一个全新的学习环境 学习将不再局限于课堂内 孩子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学习 也根据各自的兴趣以及目的 选择老师 与老师进行实时的互动 这将大大提高教学质量 帮助他们培养今后工作所需的各项技能 好 正如刚才所说的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远程教育 让我们看看在对端 老师是怎么跟我对话的 好 金老师你好 今天我们上什么课呢 作为本届试博会的高级赞助商 思科为试博会员区以及其复杂的IT需求 以及试博酬提供核心网络设备以及技术服务 其中中国馆 主题馆 演艺中心和试博中心 思科技术将通过各种创新的方式为以下服务提供支持 场馆环境控制 绿色能源系统 水回收再利用 信息系统与视频 安全保障 订票以及IT运营 使中国2010年上海试博会能够为参观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上周瑞典国家馆联合著名环保企业阿法拉法 把本届试博会的环保理念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作为热交换技术 分离技术和流体处理技术的全球领先者之一 阿法拉法以瑞典馆的官方合作伙伴的身份 开与本届上海试博会的展示 并在展示期间提供了他们在能源 环境和食品领域的最新技术 中国相关代表与阿法拉法集团共同点亮了在瑞典馆的启动仪式 意味着我们将步入一个环保科学的新阶段 而阿法拉法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拉尔斯·雷斯多姆表示 今天人们总是想要新的解决方案来面对人类社会的能源和环境问题 而实际上这些解决方案就在我们身边 在试博会上 我们将展示创新型的解决方案 以打造更加环保的未来 根据该公司展示的项目所启发 我们会发现 在很多生物的体内 含有许多我们未曾发现的环保方案 比如鸟类的血液循环系统 这就为未来环保的热交换继续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人们可以利用它极低的能耗来完成空调制冷 制热等与温度有关的技术手段 这期 在瑞典馆的展示期间 大约会有三千名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与嘉宾 参加共计四十场的大规模研讨会 共同探讨让城市更美好的解决方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